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嗨 朋友 你好 我是SENHAUTV的SENHAU 今天今天要教你 如何在10秒钟之内做出超人气的YouTube结束画面 也就是YouTube的Endcard 字幕 李宗盛 其实相当简单 只要在这个YouTube的Web site 我们右手边的头像 点击 然后点击这个Creator Studio 在这个Creator Studio里面呢 我们选择我们想要一个Endcard的Video 然后点击Edit 在这个Edit Page呢 我们可以看到Info & Settings Enhancement Audio Endcard Card Subtitle & CC 这里呢我们选择End Screen & Annotation 在这个End Screen和Annotation里面呢 我们选择End Screen 然后在这个右手边的这边我们选择Add Element 选择Subscribe 然后Create 这个呢将会出现你的YouTube的头像 我们把它移到一个特定的位置 除了增加我们的Subscribe头像呢 我们还可以增加我们的Video 这里呢我可以选择Video & Playlist Choose Video or Playlist 然后选择其中一个 这里呢 这里呢你可以选择你奥录过的Video 或者可以选择Playlist 或者是你可以Type一个YouTube的Video 或者Playlist的URL 这里呢我选择Type这个Playlist的URL 然后Create Element 这个这个Video的图像就显示出来了 这里呢我们可以选择移动的地方 然后放大或者放小 你还可以再加多一个Element 也是像Video或者是Playlist 或者是其他人的Channel 或者是一个Link 好这里需要跟你分享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第一 我们需要在这个蓝色的框框里面放我们Element 超过了就放不到了 第二个就是每一个Element呢 就都要有一个距离 如果我们靠的太近 像这样 它就会有一个红点 然后就不能让你Save 然后有个LMS叫你给它一点Space 第三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呢 这个End Screen呢只可以在 最后的20秒内呈现 超过20秒之前呢 将不会有任何一个End Screen 第四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呢 如果你选择使用End Screen 的话呢 你将不能使用Annotation 这两个只可以选其中之一个来使用 当你Set定好过后呢 只要按Save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看到它的Output 当我们的鼠标还到那个头像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可以让我们Subscribe 如果是把鼠标移到左手边这个图 或者是右手边这个图的时候呢 它可以让你Link到你的Video 以上就是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Youtube教学 希望你可以从中学到你想要的知识 你可以订阅深浩TV 然后每周观看新的影片 可以点击Like Comment 或者Share我的Video 谢谢